被認為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3D打印 凡是一種以數位模型檔案為基礎 再用不同的物料 好像塑料或金屬粉末黏合在承認的技術 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86年 到近期由越來越多便宜版3D打印機推出 繼而成為熱門的話題 在2005年它開始有些技術版本 可能就割了其 或者是一些大學會有一些研究的項目 就關於這類型的技術 有一間大學就將它變成一個開放上網 所以價錢突然間有一個撞彈 所以後來就變成很多人會去講這個題目 因為由以前可能百多萬或幾十萬港幣一步 突然間倒下了去到千多元美金 Open Source是指原創作人 軟軟開放專利技術的權利 大眾可以自由使用、研究、散布複製 或者改善這一項的技術 3D打印技術也因此而作擴散性的發展 3D掃描就是其中之一 掃描是將實物變成立體模型 每種技術都有每種技術的優勝 但整體來說 究竟可否將實物變成數碼化的檔案 是可以的,亦都用了很久 做完掃描之後 其實有一個數碼化檔案 理論上我們很多時候掃描之後 都需要做一些修飾 例如掃描出來可能表面不太滑 或者有些位置可以做一些數據上的處理 接著就可以傳送到DDpinter打印出來 一種新技術的發展 往往是一把雙印劍 有利也有弊 外國就曾經有記者 將3D打印機打印出來的 塑料打印槍突破了安檢 帶上了火車 繼而引起安全的問題 以及受到廣泛的關注 技術只是幫人把他的構思 扣分他的構思 個人認為他只是一個工具 舉個比喻 純粹比喻 中藥可以治療人 中藥亦都有一些大毒性的草藥 可以這樣說嗎? 大家都認同 你可以這樣打個等於 中藥會毒死人 我想這個不可以打個等於 現在在說的是 其實是說的是 而不是說的是 即是舉個比喻 我賣菜刀的 那麼 有什麼條法律寫明 不可以用菜刀斬人 雙印 但是美國有專欄作家覺得 現今的法律已經追不上 新興的科技 技術經常移動更快 所以 是6年前 Facebook 曾經被負責任 負責任 FTC 6年前 1億元 使用 FTC 曾經被負責任 FTC 這正在發生 3D印刷 新興科技所達到的問題 往往大過當初設計的原意 美國知識產權法律專家 溫伯格 曾經在文章中指出 由於3D打印機有能力製作和原廠一樣的仿製品 所以有可能被批評為導版機器 3D打印技術的發展路上 將會是製造商和版權持有人的一場角力 一開始 文章 發現 文章 這是 困難 2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